洗车了 这洗车的梦子都还没开门了是吧 都还没开门了 昨晚了8点 烧的都没开门 这两天你不住人家开着车哪回都跑 这家直信咋叫咖喱 住车买了多长时间了 三年了 三年了 然后碧坎是吧 嗯 在这儿 这是碧坎烧系列了 一般的微懒 哦 微懒 直冬蛋还是瘦冬蛋如何吃 直冬蛋 形的感觉到一样了 形的不懒 拌好了 哦 感觉拌不懒 嗯 这又好 不耍太钢 又好是七波不 七波 咱们在整盏中等又好 这三家都是开了的 撒娃五十多公里 三家没有出家到导导 派来这败丝吃掉的凉呀 嗯 你看 半分钟情况是 古拉半点的空间 啊 拖杯箱的空间非常大 这个美国车 还是挺注重这个空间的 这仔细的 它车吧 代替人家动力比较困 代替人家动力充满 代替人家动力充满 他说的幼豪可能要比较少 高一点 一会儿拖铺来死人的吃了 小姐干净差不多了 听两天我也总买了 现在咱 开着他的车去路上跑一圈 感受感受这个 车的这个性能怎么样 停 启动 这车 感觉坐着还是挺舒适的 也很稳当 隔音效果也不错 刚乘坐了一下 他这个车感受了一下 各方面的性能还挺不错 虽然是窒息的 但是动力感觉也很足的 这个油耗 在这个普通公路上 是8点左右 不算省油 也还勉强可以 隔音效果也不错 做的挺稳的 他这辆车是花了13万出头 买的 现在已经三年了 没有出现过大毛病 如果现在要买车的话 花这十几万块钱 朋友们会不会选择这款车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吧 欢迎关注香葱你我他 明天见